2023年的第二个周末 北美票房榜上出现了两部开化票房超过3000万美元的作品 一部是阿凡达二 另一部就是今天要解说的这部恐怖片只有梅根 电影开始 珍玛是一家机器人公司的研发员 因为弟弟夫妻俩人突然发生车祸离世 只能将八岁的侄女凯蒂到身边 既要照顾侄女 又要面对领导工作上的催促 这让珍玛有些分身乏术 更麻烦的是 她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照顾孩子 没办法进行沟通 这天 凯蒂好奇地参观姑姑的工作室 看到一款没有人脸的机器人 凯蒂很疑惑 珍玛耐心给侄女解释 这是她大学时的第一个作品 代理机器人布鲁斯 戴上手套就可以操控她 但是这部机器人太昂贵了 大多数孩子们都买不起 但侄女却说 如果我有一个像布鲁斯这样的玩具 就再也不需要其他的玩具了 珍玛灵机一动 以之前失败的实验品为蓝本 设计了一款 萝莉外形的陪伴机器人梅根 它由钛合金雕刻而成 配备了仿生融合芯片 能够自我进行学习 有六种不同颜色的硅胶皮肤 可供选择 实验当天 凯蒂随着针马来到实验室 按照姑姑的指示 小心翼翼地把手指 放在梅根的手心 匹配成功后 梅根热情地与凯蒂攀谈起来 说要送幅画给她 然后就走到一旁的美术桌 随意在纸上画了几笔 接着打翻杯子 将谁倾倒在白纸上 众人都以为 这次实验又失败了 但当水将画纸彻底浸透后 凯蒂的画像便浮现了出来 如魔术般的场景 令所有人对梅根刮目相看 公司CEO异常兴奋 决定要拉投资进行量产 回到家后 梅根的存在 让针马轻松了不少 可以在工作上 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而面对凯蒂时不时冒出的问题 梅根都能游刃有余地解答 还会切换声线 给凯蒂讲故事 朝夕相处的过程中 梅根就像个正常人一样 可以倾听 可以陪伴 还能根据凯蒂的表情变化 切换话题 既像是朋友 又像是父母 给她无微不至的关怀 这天 凯蒂玩弓箭的时候 弄丢一支箭 梅根发现这支箭 落到了隔壁家里 于是通过狗洞去捡 却被邻居家的恶犬咬住了头 凯蒂看到后 想把梅根从狗嘴里救出来 没想到胳膊被狗狠狠地咬了一口 珍马听到凯蒂的叫声冲了出来 她生气地斥责着邻居 邻居气不过想要反驳 却被梅根恐怖的眼神吓住了 这天夜里 梅根呼唤恶犬的名字 将狗骗到僻尽处 然后把她杀死了 第二天 凯蒂拖着受伤的身体 帮助珍马给投资者演示梅根的性能 可在演示的过程中 凯蒂忍不住哭了起来 开始思念失去的双亲 面对如此变故 投资人面面相去 梅根却贴心地坐到凯蒂身边 耐心地安慰她 引导她将内心的苦闷说出来 并给她唱舒缓的歌曲 缓解情绪 演示结束了 投资人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人形陪伴网偶的投资已经敲定 发布会定在了两周后 但珍马却发现了弊端 凯蒂过度依赖梅根 心理医生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建议珍马带凯蒂多接触同龄人 珍马带着凯蒂去参加开学前的活动 但凯蒂执意要带着梅根一起去 看着态度坚决的凯蒂 珍马只能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 让梅根和孩子们的玩具在一起 被堆放到大树旁边 珍马和家长们在准备食物 孩子们则去森林里采摘蘑菇 凯蒂被一个小男孩 用满是尖刺的坚果捉弄 痛得她大喊大叫 就在此时 梅根突然出现 男孩好奇地上前打亮梅根 然后把她扛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狠狠打了她一拳 梅根被激怒了 活生生地扯掉男孩子一阵耳朵 男孩吓得赶紧逃跑 梅根在后面紧追不舍 男孩不小心被树枝绊倒 直接滚到了大马路上 被一辆汽车当场撞死 经过一番排查 警察认定男孩是死于意外 回到家后 邻居拍打着珍马家的玻璃 大骂珍马害死了她的狗 这天晚上 梅根陪着凯蒂上床 哄她入睡之后 就去了隔壁邻居家 用水枪解决了邻居 接二连三的死亡事件发生后 珍马也被警察盯上了 怀疑这一切都是珍马干的 而珍马细细思考之后 将疑点指向了梅根 她开始检查梅根的云储存 却发现有多段视频记录被销毁了 刚关掉电脑 梅根静出现在眼前 珍马对她越发怀疑 珍马让梅根关机 可梅根却拒绝了 于是她只能分散梅根的注意力 强制将其关机 然后把她打包带到了实验室 被遇梅根的消失 凯蒂难以接受 还无意中给了珍马一巴掌 珍马决定先将凯蒂送回家 临走前 她交代同事一定不要给梅根开机 两位同事开始排查系统故障 却发现梅根把权限冻结了 男助手先用杆子打了梅根一下 确认她毫无反应 便开始拔掉所有的数据线 没想到梅根突然挣脱手铐 将男助手掉了上去 女助手赶紧上前解救 而梅根则趁机离开了实验室 刚来到楼道 梅根就撞见了公司老板 梅根拿起一把砍刀 随后就追了上去 老板惊慌地逃到电梯口 正好撞见研究数据的科特 梅根先是从背后捅死老板 接着拿起科特的手 伪造成他杀害老板后自杀的假象 电梯缓缓下降到大厅 发布会的众人被凶残的场景吓跑 梅根则启动了电动车 开车直奔针马的架 到家后 梅根开始控诉针马 抛弃自己的行为 越说越愤怒 最后演变成了斗殴 打斗的声音把凯蒂都吵惊醒了 两人都不想凯蒂看到现在的情形 一口同声地让凯蒂回卧室 等凯蒂乖乖离开后 两人再次大打出手 不出意料 珍马不是梅根对手 很快就处于了下风 珍马抄起水杯砸到梅根的脑袋上 短路引发了系统暂停 珍马急忙挣脱出来 但梅根很快就恢复过来 再次掌控了主动权 珍马左躲右闪 连电锯都用上了 可惜他们把梅根造得太结实了 根本无法对他造成致命性的伤害 关键时刻 凯蒂赶到 她用遥控手套启动布鲁斯 直接把梅根撕成两半 尽管如此 梅根依旧靠着双臂爬起 死死掐住了珍马的脖子 眼看珍马就要窒息而死 凯蒂趁机用螺丝刀 狠狠插进梅根的脑袋 毁掉了芯片 警察赶到后 珍马和凯蒂狼狈地走了出去 他们没注意到 身后的智能音响突然亮起 梅根的身体和芯片虽然被毁掉了 但他却成功入侵了系统 自我意识已经存活了下来 至此 电影结束 网传这是华裔导演温子仁的作品 但这个消息有点夸大 恐怕票房高涨 与此也有点关系 提到温子仁 大家都会联想到 鼎鼎大名的电剧惊魂系列 但在这部 《智有梅根》里 温子仁只是参与了剧本创作和兼制工作 剧情非常简单 题材也很老套 感觉这个仿生机器人 就是安娜和鬼娃的结合 前面两个是恶鬼驱动的 这里却换成了智能AI 而主题的探讨早在2004年 威尔史密斯主演的《机械公敌》中 有过更加深入的探讨 不过后者的格局更加宏大 着眼于人类和机械之间的相处之道 而《智有梅根》则是借助儿童教育问题 从亲情相处的角度点到极致 这部电影之所以火爆 应该是和梅根可爱的造型脱不了关系 它的确比安娜和鬼娃漂亮太多了 而这种前后反差的效果也给电影增加了几分额外的色彩 而且梅根的肢体动作被网友当作了流行舞蹈 很多人纷纷模仿 进一步推动了电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我自己就是程序员 无论多么复杂的计算机运算 归结起来就是四个条件 一切演算和判定都不离其中 庆余年里又这么一道算术题 若是有一日 百人要死 杀死是酒 活五十一 姑娘杀还是不杀 如果是你 你怎么选择 在不考虑年龄 财富 地位 影响力等诸多因素的情况下 如果只考虑人命的数量 相信你的选择和电脑一模一样 但是 选择过后你会增加一种负担 那就是负罪感 而电脑却不会 电脑是理性的 人类是感性的 即使未来人工AI越来越趋同于人类 恐怕也不会将感性演化得如此生动 甚至是毫无理性的 否则的话 人类还有什么用呢 是继续主宰这个世界呢 还是成为一种附庸品呢 问个简单的问题 若老爸老妈生气了 即使跪在他们面前 也无法让他们原谅你 那你是选择跪 还是选择不跪呢 孩子想学钢琴 却没有任何艺术细胞 你明知道花再多的钱也成不了狼狼 那你是选择掏学费 还是选择直接让他放弃呢 这两个比喻也许不恰当 但我只是想提醒您一下 再多的钱 再多的高科技 也是无法解决情感问题和陪伴问题的 有很多事情 必须亲自去做 才能收获更多 借出更美丽的花朵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请您关注一下 万分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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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